平均地权条理是什么? 所谓的平均地权条理 指的为土地法的特别法 是政府用来稳定土地与房屋价格的法律 1954年 政府制定实施都市平均地权条理 为解决管理都市土地问题 但该法涵盖范围仅为都市土地 导致其他名牧土地 沦为投机客谋取不法暴力的目标 1977年 修正为平均地权条理 为解决以上不当投机 因此 扩大平均地权实施范围 全面实施平均地权 1977年 修正公布平均地权条理后 至今历经15次修法严格 为什么要修法? 近几年新冠疫情影响下 大量热钱回流涌入台湾房市 房价持续飙涨 居住正义也再度再度形成 众所期盼的热议声浪 本次平均地权条理的修正 便是政府为达到避免土地及房屋价格受到不法人事炒作垄断 及此维持不动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落实居住正义的精神